好,現在進入第二個問題 弟子發現若有過失 氣立刻賭曬不通 更無法避氣修保平氣法 認真懺悔後才能修 弟子還發現 煩惱是可以在內附魔法 保平氣法的觀修中燃燒成光而除氣 請師尊開示 原本上在修內附魔法的時候 是可以把煩惱跟痛苦跟苦 在內附魔法當中燃燒成光而除氣 這是沒有問題的 這一句話是沒有問題的 若有過失 氣立刻賭曬不通 更無法避氣修保平氣法 認真懺悔後才能修 這一句話也是對的 在修法當中如果有過失 它當然很快地就會有毛病出來 在修法當中如果有過失 當然就不順 當然就會有賭散 你認真把這個過失懺悔過 再來然後才能夠修 這也是對的 因為很多事情 懺悔過來以後 你這個過失解除了 一切就會從不順就變成順 這是自然現象 所以你第二個問題 應該講的都是對的